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等着大哥回来 菜下锅 现在是 我们要看大哥怎么回来 阿姨坐呀 冷了 就开火吧 没事 我们弄一下就好了 阿姨到处撞油 七八糟 他们也没有什么呀 都在外面聊天的 好热的好天 三驾车子来 你觉得震价有点大 但是他们都开车来了 这是 暗粗粗的跟大哥说 这是娘家的底屁 我感觉是这样 他就是敢欺负我 他们家怎么斗死的 大哥现在是不是到了贼船 有点后悔了 你小侄子 你小侄子 你们考不了了 看这个是我们的烟鸡 一只还是两只 晚上再弄一只 现在是中午 是中午吧 对啊 晚上还要弄一只 晚上弄白切鸡 吃白切鸡 三母鸡 就豆腐酱 还要等着大哥的菜呢 现在是等着他的菜下锅 老唐应该再往果了 我打电话叫他给你回来 干净 好吃中午啊 把这个根擦掉 看来中午也有得饭吃的 本来还以为晚饭才吃的 没想到他们来这么早 没想到他们来这么早 这两碗扣肉 扣肉 猪脚 反正这个 按酒席的办的是吧 睡一不早了 看大哥了 大哥还没回来 打电话叫他快点 差不多煮完了 就是了 你蹭一趟嘛 现在在煮我们的烟鸡 这个就是我们的烟鸡 看看你的厨房装修成什么样子 今天有点大餐啊 拿点那个军汤包 留了一点点 这个本来是拿给我家里面的 忘记了 这个车尾巴有点剩 有点难拿 刚好这喜姐就要开上用场了 这是我们剩的那个军汤包 这个车好难挂呢 军汤包来了 旺财我跟他说了一下 他真的出去了 他回家了 我去拿这个车 我看到他回家了 你听话的 这个不用放完的 包的不是很好 多放点这个 这个长条 没有啊 都有 本来那时候拿的过年 拿回去的 可能还有一小包 没给完他们 都有了 够了吧 够了吧 够了 太多了 抢胃了 这个留着下次煮 放上我们的军汤 刚刚 忘记拿 那要煮一点 煮久一点 没有提前泡 好啊 那个酱 现在就搞定了 我觉得徐姐真的是 十桌饭都难不倒他的 还说要我们帮忙 我进来擦个菜了 就搞完菜了 一大早就起来杀鸡了 这个就等大哥回来就开始了 等大哥回来就开始了 你看大哥多有好戏 这老婆给我起来就好了 你去搞个姜呗 好 是